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关心到 布陶院内群聚危机宣告解除 而从1月开始指挥中心就绷紧神经 指挥官陈时中几乎天天倾上火线说明 他在昨天记者会尾声拉下口罩 结果被台大副产科医师施警中发现 他嘴唇上有一大块的黑色结痂 疑似是长了唇炮疹 不语部长来好好休息 皮肤科医师则指出 唇炮疹属于单纯的炮疹病毒感染 通常是在遇到压力或是免疫力低下时 就容易复发 那除非没有特别的事情就不会干扰你们了 过年期间难得可以休息一下 指挥中心8号记者会尾声 指挥官陈时中短暂拉下口罩 不过仔细一看可以发现 他的嘴唇上有一大块黑色结痂 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警中 在脸书发文表示 似乎是长唇炮疹 不过已经快愈合了 看样子部长前一阵子真的很累 这次布陶群聚事件战告一段落 希望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皮肤科医师指出 纯炮疹属于单纯炮疹病毒感染 如果太过疲累或是生病 抵抗力较弱就会陷踪 医师表示单纯炮疹主要在嘴巴 鼻子或是生殖器官周遭出现 通常范围比较局部 只要免疫力低下就很容易复发 与俗称皮舌的带状泡疹不同 初次感染会引发水痘 甚至出现大片的带状红疹 还是有些差别 局部型的这种单纯泡疹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涂抹的药膏 除非是一直反复的复发 这个复发的频率非常的高的话 才会用到口服的药 从1月开始不逃爆发院内群聚之后 指挥中心绷紧神经 阿众部长几乎每天主持记者会 期间也不时咳嗽 一度引发外界关心 许多网友也期盼部长能好好休息 保重身体才能继续对抗疫情 谢谢陈子凡 陈欣顺 台北报道